各位广大的考生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大王校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第二章第四节的内容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对于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是一个重点章节 要求大家必须掌握 那预计考试所占的分值是2分到3分 有些同学说了 这才2到3分 所占的分值比例也不是很高吗 我们一般来衡量某一节是不是重点 并不是按照它的分值比例来确定 而是看这一节在历年考试出题的密度和频度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历年考试都会出题 年年有题 所以你也可以认为这一节是一个必考的小节内容 那你说它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那这两到三分 我们是一定要把它拿下来的 而且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整体考察的知识范围是相对比较固定 相对比较集中 那同样在讲解的过程中 我也会给大家补充一些内容 而补充的内容更多的是为了适应咱们现在考试 那首先咱们先来看对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的基本要求 安全生产法第27条规定 咱们很多同学不要去纠结 说老师为什么你这个安全生产法是第27条 咱们教材中写的不是27条呢 注意由于教材更新的速度比较慢 所以教材中所依照的安全生产法还是老法 那么我所给大家写的 是按照新法来写的 那以我的为准 但是呢在考试的过程中 一般不会问你 说我们下面这个条文的一个描述 是安全生产法第多少条 第一条啊第八条啊第27条啊第46条啊 神经病啊他不会这么考 对吧 那更多考的是本身法条中的内容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第27条怎么规定的 那么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 以及矿山金属冶炼 建筑施工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应由主管的富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 好那这一条中有两个知识要点需要我们掌握 第一个先说对什么样的内容进行考核合格 一个是安全生产相关的知识 另一个是你本身所具备的管理能力两方面的考核 我们并不是只针对其意 所以啊咱们国家的法律更希望的是相关的管理人员和主要负责人 既懂技术的内容又懂管理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所以在考试的过程中这句话就可以改了 说我们要对什么呢 对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管理能力考试合格 不提安全生产知识 对不对 不对 你要注意这是一个盒子 这是两个方面 缺一不可 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小问题 那么第二个小问题是什么呢 是针对什么样的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呢 那主要强调的是高危行业 那这里的高危行业都有什么呢 首先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和装卸单位 这里危险物品整体的范围呢 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比方说我们之前啊也描述过安全生产法中 对于高危行业的界定 比方说烟花爆竹 这是不是高危行业啊 是啊 那再比方说危险化学品是不是高危行业也是 但是呢我们可以用危险物品整体的去概述烟花爆竹和危险化学品 也就是我们可以把烟花爆竹和危险化学品整体的去纳入到危险物品里面 所以这里呢他们并没有给它拆开来写 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那如果问你生产 咱们这个生产烟花爆竹的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是不是要进行安全生产知识和安全的管理能力的考核合格呢 那当然要 为什么呀 因为它属于危险物品的范畴 那对于矿山企业也是要进行相关的考核合格的 而且矿山呢也是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煤矿 另一个是非煤矿山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除了煤矿以外的各种金属矿啊 或者是其他的矿 对吧 好了 那金属野链高危行业 建筑施工啊 也是高危行业 以及道路运输啊 那这里呢 道路运输单位在运输的过程中的物品可以是危险物品 所以我们不单独的去说危险物品的运输单位 因为这一部分呢 已经纳入到道路运输单位相关的运输的一个权限范围里了 那所以呢 你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只要是从事高危行业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是必须进行相关生产知识以及管理能力的考核合格的 啊 那这里补充一句话 安全生产法律规定啊 那对其考核是不得收费的 那所以这个考核是免费的 是必须要进行的 并且我们不能以考核来进行收费作为盈利的目的 那这是绝对禁止的 啊 那安全生产法第28条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应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是不得上岗作业的 啊 所以一定是要进行教育培训 并且是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才能上岗作业 那比方说在考试的过程中 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描述 说呢咱们有一个王某 王某呢经过了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然后即上岗作业 对不对 那这里的问题就是在于 王某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是否合格 提没提合格 没提合格 所以大家注意合格两个字 在这句话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仅仅只是针对你进行了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那最终的结果是要明确的 一定要以合格作为结果才能上岗作业 否则不得上岗作业 那具体的一些内容呢 首先生产经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 什么叫做被派遣劳动者呢 这个劳动者本身不是生产经营单位所有的 是由其他的单位所派遣过来的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生产经营单位是要将被派遣的劳动者 纳入本单位从业人员来进行统一管理的 虽然你这个人是其他单位的 但是呢 由其他的单位派入到我们单位来进行生产活动 那么就应该由本单位来对他进行统一的管理 所以被派遣劳动者是纳入本单位从业人员的管理 那对被派遣的劳动者进行岗位操作规程和技能的教育和培训 也就是生产经营单位是要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相关的教育培训 那么同样呢 让劳务派遣单位应对被派遣的劳动者进行必要的教育和培训 那这是为什么 虽然我们把被派遣劳动者纳入到本单位的管理范畴了 但是你不能说派遣的单位什么事都不管了 那这相当于什么呀 相当于你把责任全部甩开了 所以我们要求呢 是两方来进行协调的 进行协调配合的 进入到我们单位进行相关岗位的操作 好了 那相关岗位的操作和技能的教育培训 由本单位 由我这个单位来给你进行 但是一些其他相关的必要的教育培训 你们劳务派遣单位也应该进行 你不能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推给我 那同样我也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扔给你劳务派遣单位 两者协调配合 这才是王道 那接着往下来看 生产经营单位接收实习学生的 那接收中等高等学校的实习学生 应对实习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提供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 那同样也是要对实习学生进行教育和培训的 那实习学生在港进行操作的时候 该有的劳动防护用品 你应该无偿进行提供 那么之前我们提及过被派遣的劳动者 那劳务派遣单位是要配合本单位来进行教育培训 那么实习学生的由来是哪来的呀 是不是从学校来的呀 那意味着学校也要配合生产经营单位来进行相关的教育培训 所以我们要求学校应协助生产经营单位 对实习学生进行教育和培训 那么这两条其实整合起来就是告诉你一件事 无论是使用被派遣的劳动者也好 还是接收了实习学生 那这两部分的人群都要纳入本单位的统一管理范畴 一视同仁的来进行对待 那底下这个注意事项 生产经营单位应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 记录在案 每一个人相关的档案都要明确 这样你才能够有根据的进行追溯 这个人到底见没进行过教育培训 那么安全生产法第29条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 或者是使用新设备 这是什么呀 四新 因为四新呢 这都是新的 你从来都没有用过 所以一个新的事物的产生 我们必须先去了解它 把它研究明白了 才能进行使用 对不对 所以必须了解 掌握其安全技术特性 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 并对从业人员进行专门的安全教育和培训 好 继续往下来看 安全生产法第30条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 需按国家有关规定 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 取得相应资格 方可上岗作业 好了 很多人说了 说呢 那和我们普通的工人 或者是员工 来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 这不是一样的吗 其实也不完全一样 那么本质上 大体的形式是一样的 但是对于特种作业人员 这里要求取得相应的资格 而对于相应的资格 往往是以证书的形式来进行明确的 也就是说 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作业培训 必须取得特种作业相关人员的资格证明文件 你要持证上岗 所以特种作业人员 我们更多强调的是持证上岗 没有证的是不允许上岗 接着往下来看 安全生产法第44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 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那第58条规定呢 从业人员应当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那么掌握本职工作所需要的安全生产的知识 提高安全生产的技能增强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所以对于一个从业人员是应当接受生产教育培训的 而且你注意法律的用词应当 应怎么样怎么样 一般是要求你必须去接受教育和培训 你能不能拒绝 不能够拒绝 因为这是法律对于你的义务的规定 也就是从业人员本职应富有的义务 是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道题目 2020年的题目 说某大型食品生产加工企业 为缓解一线辅助生产人员不足的问题 那分别与劳务派遣公司和职业学校签订了合作 由劳务派遣公司派遣6名劳务人员到企业拨炉车间工作 学校派20名实习的学生到包装车间来进行工作 那关于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的做法 错误的是哪一个 A选项 企业应负责实习学生的安全操作规程的培训 对不对呀 首先先明确 一部分是由学校派来的实习学生 另一部分是由劳务派遣公司所派遣的劳务作业者 那么我们之前强调了 无论是被派遣的劳务工人也好 还是实习学生也好 到本企业之后都由本企业来进行统一的管理 是纳入本企业从业人员的管理 那么对于企业就应富有对相关人员进行安全培训的职责 所以A选项有没有问题呀 A选项没有问题 这是正确的 那B选项 职业学校应协助企业对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对不对呀 那无论是劳务派遣公司 还是职业学校都应该和本企业来进行协调配合 所以职业学校去协助企业对实习学生进行教育培训 是正确的做法 没有问题 然后C选项 企业应建立劳务派遣人员和实习学生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的档案 这句话对不对呀 这句话对不对呀 注意一下 对于本企业是要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的档案的 而这个档案是针对纳入本企业的所有员工 那么现在实习学生和被派遣的劳务人员 是不是纳入到本企业的员工呢 是那要不要有相关的教育培训档案 当然要有 对吧 所以C选项也是正确的 再来看D选项 劳务派遣公司应负责劳务派遣人员安全操作规程和培训 那这里注意一下出现了一个词叫做安全操作规程 这个劳务派遣的人员是到我们企业来进行相关的操作 那么对于这个安全操作规程 劳务派遣公司有没有啊 没有 即使我把相关的安全操作规程给了你劳务派遣公司 你是否会对我们公司相关的制度有明确的认知呢 肯定是没有的 所以呢对于本公司相关岗位或者是设备操作规程的内容 应该由本公司来进行培训 那么劳务派遣公司应该进行的是其他方面的安全生产教育的培训内容 所以这道题只有D选项是错误的 咱们错误的选择D 其实这道题呢我们要是归根结底的话啊 去分析一下题杆 题杆里其实还隐含着一些内容 隐含着什么呢 你看啊 由劳务派遣公司派遣了六名劳务人员到企业锅炉车间来进行工作 那么学校派的是二十名学生到包装车间来进行工作 其实这里呢就有一个比较严谨的说法了 那为什么没有把职业学校派来的二十名实习学生派到锅炉车间来进行工作呢 首先我们要想企业的锅炉车间 可能会存在于 都不能说可能锅炉车间一定会存在于锅炉设备 那对于锅炉设备绝大多的可能性是什么呀 是特种设备 那么很有可能这一部分的人员就需要具备特种作业人员的资格 以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相关的资格 那么你认为相关的劳务人员和学校的实习学生 谁更可能具备这类的资格呀 那很明显是劳务人员 对于实习学生 他极有可能是不具备这一类资格的 对吧 所以呢 这个题干整体的一个描述性还是相对比较严谨的 那么我们也从这个题干中分析出了一些问题 这就是我们在做题的过程中需要多多的去联想 想一些所学过的知识点 好那接下来咱们来看第二个标题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违法行为的处罚 这是咱们今年新教材所新增的一个内容 实际上呢 它也是我们安全生产法中所规定的相关内容 那第97条的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予予处罚 咱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样的行为是要予予处罚的 好了那予予处罚的话一定是要有处罚标准的 那后续我们就会针对这个处罚的标准来进行明确 先来看一下行为 第一个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 以及矿山金属野链建筑施工和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未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的 也就是强调了 反属于高危行业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是要经考核合格方可上岗的 未经考核合格的 我们就要予以处罚 好那第二条说的是 未按照规定注意这里的人员 一个是本身的合同制的从业人员 再就是被派遣的劳动者 以及实习学生 我们要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那未按照规定如实告知 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的 这个我们都是要进行处罚的 那么包括从业人员是纳入本单位从业管理范围的 那这个肯定没什么说的了 而且呢 关于被派遣的劳动者以及实习学生 我们也是一定纳入到本单位的 这个安全生产管理的统一范围里 所以呢 相关的这些人员 你必须要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而且对于被派遣的劳动者 以及实习学生 我们进行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是由该企业 也就是接纳的这个企业 接纳被派遣劳动者和接纳实习学生的企业 来进行专门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那么相关的劳务派遣单位和咱们的学校 是要帮助该单位来进行一定的安全教育培训的 那这个安全教育培训 更多指的是一些常规的基本的安全教育培训 好 那接着往下来看啊 说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 单位是要建立安全生产教育档案的 所以呢 这里我们就需要针对所培训的内容和情况来进行记录 无论是针对于从业人员也好 还是被派遣的劳动者也好 还是实习学生也好 我相关的培训内容 我们都要列入到培训的档案中 那第四个 未将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情况如实记录 或者是未向企业的这个从业人员进行通报的 以及第五个 未按照规定制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 或者是未定期组织演练的 第六个呢 是特种作业人员 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 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 无论是特种作业人员 还是特种设备作业人员 我们必须要求强制的是持证上岗 未持证是不允许上岗作业的 好 那么具体的处罚与原则 也就是上述的这些行为 有任何之一发生了 我们要处罚 怎么处罚呢 第一个责令改正 不太严重的 你就责令改正 该培训的培训 该持证的持证 该编预案的编预案 把这些东西都做好了 但是光让你改正不足 为什么呢 我只让你改正了 这体现不出来我的力度 那我要对你预罚款 那一般处以的是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好 那这个处罚的罚款数额 需要注意 好 那逾期未改正的 我们则会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光停产停业整顿 不足以凸显出力度 那并处以十万元以上 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那并且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两万以上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一下 前面说的是 对企业处以十万元以上 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而下面这个是 对于相关的责任人员 处以的是两万以上 五万以上的罚款 所以呢 这两个处罚的原则 第二个 我比较建议大家去关注 因为的的确确是有出题的概率的 那这个内容并非仅仅是 在法规中能考 在管理中也同样能考 希望大家重点关注 好 那接着我们往下来看 第三个是各类人员的培训 好 对于各类人员的培训 是一个重点的内容 它的重要性 可以以选择的形式 来进行归类考察 哪些属于主要负责人培训的内容 哪些属于管理人员 要培训的内容 哪些属于咱们的各个其他层级的 作业人员要培训的内容 包括特种作业人员 要培训的内容都有什么 那么同样的 对于主要负责人和管理人员 这个培训的内容还比较神奇 神奇在哪呢 它分为多次培训 一个是你任命为主要负责人之后 我们需要对你进行初次培训 那初次培训完成之后 在后续的时间内 我们需要进行再培训 隔一年或者是隔几年 我们要进行再培训 那么再培训的内容 和初次培训的内容又不一样 所以这是整体上的一个归类的内容 那里面的内容相对就比较多了 这需要我们能够进行记忆 对吧 那这一块这分呢 说好拿也好拿 说不好拿呢 其实也是具有一定的混淆性的 那这是第一个点 那第二个点是什么呢 第二个点是这一部分的内容 我们不排除不会在案例题中来进行考察 那无论你所学的是七个专业中的任何一个专业 你们企业肯定是有主要负责人的呀 肯定是有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 以及相关的特种作业人员 这都会有涉及 那么这些人员相关的培训内容都有什么 如果以案例默写的形式让你来进行默写 那是不是就要把它给它记住写出来呀 所以说它重要主要的原因是在于 这个点是可以向案例题中来进行渗透的 并且它不分专业 好了那首先咱们先来看一下 领导人员培训的内容和相关培训的时间 那这里的领导人员呢 一个是主要负责人 另一个就是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了 那主要说及的内容呢 是培训应有的内容 以及培训的时间 也就是培训时长 分别有多长时间的 这么一个课时的要求 那先来说一下生产经营单位 主要负责人出次培训的主要内容 第一个叫做国家安全生产方针 政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 规范和规章以及相关的标准 那第一条主要从哪一个方向上来说的 第一条是不是更多的是从国家的法治的条件上来说的 法律所规定的相关内容 你应该明确 好了那第二个安全生产管理的基本知识 以及安全生产技术和安全生产专业知识 那我同学说了 说安全生产专业知识 我是不是要针对于矿山或者是金属矿或者是化工以及金属野链的专业知识都来进行掌握呢 其实也不是 那这里的安全生产专业知识主要涉及的是本企业的从业范围 说我这是一个建筑施工企业 那么对于建筑的安全生产的专业知识 你就应该有一定的了解 那如果你是化工行业 那第三个是重大危险员管理 重大事故防范 应急管理和救援组织 以及事故调查处理的有关规定 这是对于主要负责人必须要明确的 那第四个叫做职业危害及其预防措施 你这个企业有这么多员工 那不能说让所有的员工在一个具有职业危害的场所来进行工作 所以你要明确本企业具备的职业危害都有哪些 那有了这些职业危害 对于职业危害的预防措施 你是不是应该明确呀 再往下来看 国内外先进的安全生产管理经验 以及典型事故和应急救援预案的分析 还有其他需要培训的内容 那这部分内容呢 我们多读几遍 那去背一背 尤其是针对于第三条和第四条 要求大家必须掌握 主要的原因是这两条内容和后续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培训的内容会有一定的相似性 那考试更多的以归类的形式来考察 考的就是这个比较相似的内容 因为它一混一错 好那另外从案例的角度上来说 我们怎么去写这个内容呢 你记住啊 如果在考案例的时候 我们真的记不住这里的内容了 那么我非常非常建议大家在考场上拿出你的准考证 那对于咱们的小白学员第一次参加考试考四科的同学来说 你们是非常幸福的 为什么呢 因为准考证里面有着两到三分的内容 准考证上面一定会写着相关的考试科目 我们回顾一下注册安全工程师的考试科目 有什么呀 有管理知识 有法律法规 有技术基础 还有专业的案例分析 好了 你把这四个科目给我抄上去 但是在抄的过程中呢 那个专业案例 不要去写你的那个案例 比方说我同学说我学的是化工 然后我写了个化工专业的技术 不用这么写 写的是整体范围的 就是安全专业知识就行了 你看看 这是不是基本上两到三分到手了 因为什么呀 因为毕竟在第一条中强调的是相关的法律呀 第二条强调的是管理基本知识生产技术以及安全生产的专业知识 对不对 那同时对于案例的相关内容和第六条也是有相关联的 对吧 典型事故案例分析呀 那第五条和第二条也有相关联 你除了最基本的管理知识要明确以外 对于国内外比较先进的内容 我们是要借鉴的呀 所以第五条和第六条 直接给它连锁到第二条上来进行 准考证上面一共有四个科目 其中对于安全管理基本知识和安全生产的专业知识 也就是专业案例 我们可以往下延伸 有基本管理知识了 那就要有先进的管理知识 对吧 有普遍的专业案例知识 我们就应该针对一些典型的案例事故来进行分析 好了 这是不是又增加了两条内容 那最后呢 把这第三条第四条好好的去背一背 死记应背给它记住 再给它补充进来 那你看看整体的这个分值是不是就比较好得了 那讲到这的时候呢 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有关于案例的一些给分的原则 首先对于案例题给分的时候呢 咱们安全生产啊 就是注册安全工程师案例给分的一个情况 和其他的工程类考试给分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 首先先记住一点 我们并不是案例题你去多写 它就一定不扣分的 某些题目是有扣分制的 不是说说我随便去写啊 什么样的题目呢 比方说案例背景中给出危险有害因素 案例背景中所给出的危险有害因素 有1234567890 有10个危险有害因素 然后让你去判定 在案例背景中和我们本企业相关工程 或者是相关的操作有关的危险有害因素都有哪些 有同学就说了 说那我把案例背景中这10个危险有害因素全抄一遍 这个分不就白拿了吗 我告诉你零分 为什么 如果你是命题人的话 你也不会给他分 我在案例背景中给了你10个危险有害因素 那意味着正确的答案一定在这10个危险有害因素里 你上了以后把10个危险有害因素给我全抄一遍 我凭什么白给你这个分 你能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吧 所以啊一定要注意 可能有些老师以前会给你强调 说没事你就去抄案例背景 把案例背景给我抄一遍 这些危险有害因素一个不拉的抄一遍 这个分就白拿了 我告诉你他害了你 这是零分 你不能全抄 那有同学说怎么办 我告诉大家一招啊 那一般来说啊 在咱们的案例背景中所给出的危险有害因素 所对应的分值大概是一半对一半 大概是一半对一半 什么意思 如果给出了10个危险有害因素 我们需要挑出来的正确的大致上是五到六个啊 那我们按五个危险有害因素算啊 那还有五个危险有害因素实质上是案例里面我们不需要的 那么这里就很有意思了 你全抄出来以后啊 全抄起来10个危险有害因素全抄出来 前五个是有的那一个一分给了五分 后面每多写一个扣一分 每多写一个扣一分 所以你把后面五个写出来以后 一分两分三分四分五分 正正好好把前面的五分全给你扣完了 也就是我们来设置这个给分规则的时候 是恰恰好好在你全写出来以后 能把这个分全给你扣干净呢 这么一种型号 所以呢我们在写的时候 一般写的是一半往上多一个啊 10个有害因素 那么你写五到六个 这就可以了 那五到六个这就可以了 所以呢这种题还是要谨慎的 一定要谨慎啊 那另外呢就是有一些给分规则 比方说现在呢出了一道案例题 这道案例题呢 让你写出生产经营单位 主要负责人初次培训的主要内容 那么在给分的时候呢 这个问如果我们设置的分值为四分 那设置的分值为四分 那怎么给分呢 并不是说你把这七条内容全写出来 才能得四分 那四除以七的话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每写一条才得七分之四啊 这样的一个分值啊 不是这个意思 是什么意思呢 是只要我们能写出这七条中的任意四条 既能得四分 那我都说那我全写出来了 你全写出来也得四分 能懂什么意思吧 所以它是有一个顶值分数的 我设置这道题题目为四分满分 一共有十条的内容 你在十条中写出任意四条就能得满分 或者说你把十条全写出来也得的是四分 不会因为你多写了就多给你分 能理解这个意思吧 那对于主要负责人啊 我们要进行初次培训的内容 大家自己回去好好背一背啊 重点掌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